主席本席想请我们全序部张部长 张部长请 部长我们今天在审这个公务人员保障法第21条 主要就是针对于 保障法应该是保障会 对对对 没关系 我们今天审本席请教你 主要就是针对于年终未问金 对 是的 对 所以本席可以就 年终未问金就叫你吗 没有问题 没问题 OK啦 没问题 没问题 就说我们现在一开始让这些公务人员失望 失望的原因是因为说 我们在整个制度的宣达跟宣布的过程中 不是非常周延 一开始编列了预算 最后把这些预算又删除掉 我想作为一个政府整体而言 它是有非常难违的地方 但是这个决定既然做了 再痛苦都要接受 本席是想要了解 对于全序部的立场 那等一下我们也请保障会说明一下 针对于年终未问金 要法治化也好 要未来变成常态也好 这事情到底要如何妥善来进行 他又应该要是比照行政院现在的一个停止发放的范围 切那个两万块 那很多人在讲的 两万出头的这些人 劳问题 但是很重要 所以我想请问张部长 等一下也请蔡主委准备一下 就说针对这个年终未问金 未来要制度化的问题 我们全序部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我跟秀伟报告 就是说 因为有关年终未问金制度化问题 我想制度化或法治化 实际上 我们是尊重行政院立场 因为现在目前按照我们又有执掌的范围 就是说 有关年终未问金 或者有关各种奖励 或者有关各种福利事项 这是行政院的执掌范围 所以实际上这次行政院在 有关年终未问金 在做调整的时候 实际上并没有智慧 包括临时要取消这个两万块以上 都没有智慧 那你们第一时间 全序部应该是 蛮错愕的 我想人行 那个黄副院黄仁长 他要我们提供资料 就现在目前退休人员的 有关各种资料 我们那边有现实呢 我们就提供 不过最后的决定 我们事先并不知道 也没有参与 这是第一个报告 第二我认为 就是说像 到底以后未来是制度化或法治化 我们尊重行政院的立场 好那讲行政院 我就请教一下我们 黄仁市长 黄仁市长 黄仁市长请 这个未来的常态 跟这个制度化 到底要怎么样做才比较周延 这一次这个年终卫问金 差一点造成我们国民党立院党团 非常的不愉快 所以我想要了解 就是说不要讲分裂了 真的是非常不愉快 所以我想要了解 就是说这个问题 你们未来到底要怎么样子做 最妥适 最合理的一个长期计划 长期计划 我现在是这样 跟委员报告 如果是最妥适的方式 就是让它能够有一个 基本架构的稳定性 然后再考虑它 其中会受到社会因素改变影响 经济因素改变影响的弹性 这是这两个最好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基本上 它应该有一个 可以操作的具体架构 如果它是一个办法性质的 就定它 基本上每年 都不要再有这个变动的可能 但是保留它 可能因为物价指数 因为经济条件 因为财政状况 而变动来处理 那目前为止 我们所使用的 措施性法律的方式来处理 它其实是有这样的性质 不过 对于稳定性的保障 它是不够的 也就是好几位委员 那你也不能说 某些退休的这些公务人员 搞不清楚 它明年或后年到底会不会砍 因为经济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因为它个人的领的金额 有变动 那我觉得这样子好像 这个法律的不稳定性 是不是太高了 是那其实在最稳定的方式 就是让它法条化 就是变得很法制 那法条跟法制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跟考试院 还必须有这个比较紧密点 磋商 所以那你认为这样子制度 什么时候会出来呢 跟委员报告我们尽快 那你对于今天 大家想要来征修 修订这个公务人员保障法 第21条 还有退休法的部分 那你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退休法跟公务人员保障法 基本上是考试院的职权 那我站在人事行政总处的立场 是尊重 不过刚才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共识 就是到底未来法制化 是要单一法律呢 还是所谓的个别法规 这个还有斟酌的空间 那那个两个法律的这个主管机关 不是人事行政总处 人事行政总处到目前为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行政法人法是我们的主管 我们是主管机关 OK 好 那个您请回 我请那个蔡壁皇蔡主委好了 蔡主委请 谢谢委員 最主要这个跟你的夜管有些关系 你有也有这个书面的报告 是 你也提到说不宜甄列 因为因工残废退休人员 发放年终会问津的法源依据 那我的看法跟你不同 我的看法认为说 他们是一个社会上的弱势 尤其是因工而产生的弱势 为什么不发放呢 保障保障公务员 就是我们本会的职责 我们当然是一定会挑这个责任 不过因为这个保障法本身是一个救济法 它不是一个实体法 虽然在里面有一个章是实体保障的部分 不过每一个实体保障的部分 比如说像官等 像奉级 像家级 都有特别主管的实体的法律 在规范 有主管的机关在规范 那么保障法本身是一个救济的法 本身是如果这些家级本身发生争议 那到保障保障会来 我们是会来处理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法本身因为是对限制公务人员的保障 并没有给予退休人员 所以如果把退休人员以后 要免年要继续持续性的长期去放在这里的话 是有点跟这个立法的目的 跟它的规范是有点不太合 好 那就照你的意思走 我们来照顾这些因公残废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不要在这个法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本身是赞成 我本身是赞成 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 那现在制度上已经就没有保障这些人了 制度上目前是没有明显的法律 要不然为什么要来修这个法 假如有那就是干嘛修这个 没有错 我会赞成一个法制化 那不放这里要放哪里 你有什么建议吗 所以你的意思说不要放这里 你就不要放这里 你就不反对 放这里不是很赞成 放其他地方 我的建议是这样 委员可以来考虑一下 是不是在公务人员基准法里面的57条 留一个法源落根在那边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作用法 不是一个组织法 那么因为这个卫文金这个事项 必须要先定位 它到底是不是福利措施的一部分 如果是的话 不是福利措施 那另外一个选项是什么 如果不是福利措施 如果不是福利措施的话 那就等于像人事总是讲的是一个 未免性的一个措施的话 应该算是福利措施 应该算是福利 如果万一福利措施的话 我倒是建议 那个薛林委员跟那个 跟这个李通好委员都有提出 要修第二条 把装法第二条 那么把福利放在这里面的话 应该有一个福利的专法 那么这个福利的专法 就可以有主管机关 就可以有整个发放 类别等等的一个法律的规定 这样会比放在保障法里面来的周延 而且来的更 更 个人是认为说 个人是认为说 这些因公残废的 或者是受到一些灾害的 我想这个部分是国家未来应该 应该照顾他们 坦白讲这一次的这个年终论金 真的是 让很多工人员很伤心 但是这都过了 但是我是觉得社会政府能够照顾弱势 应该要积极一点来进行 所以这个部分我是 还是希望能够要来进行 是 好不好